MWB水上屋 我们现在已经在西门那里向上了 我们现在在等 帝家亲们团 从早上的牙皮到马步 路程很曲折 差不多5小时吧 我们先坐了飞机 然后是车再是船 我们到啦 MWB水上屋 这是房间客厅的透明地板 可以看到很多小鱼 天黑后玻璃地板会亮灯 吸引一些更厉害的家伙过来 这里是卧室 阳台有个很大的jacuzzi 直面大海 俯瞰对家村坠满鲜花的阳台 水屋每天都会为住客们安排早中晚三次浮浅 看 从这一盆盐盐的绿里浅下去 可以看见棉白的沙 当然也少不了那些可爱的小鱼啦 今天是我们在马步岛的第二天 然后现在时间是早上7点30分 我们现在早上去看一下 整个岛的环境 然后8点30分我们要去浮浅 跟着教练 下午呢我们要去体验深浅 现在就跟我看一下 美丽的马步岛景色吧 早上起来我真的被窗外这个景色惊呆了 那白天呢 不会有特别多的大鱼游到岛的附近 但是海底有很多海星 看不出了小鱼 这小鱼 这小鱼颜色非常鲜艳 然后还是有很轻 所以能看到它们在很快乐的游 所以水至轻则无鱼这句话是不对的 好那现在我们就跟着8点半的湾船 去卡帕来导福浅 那边是我们的教练们 一个个都像海盗一样 好那我们就出发啦 耶 好我们现在浮浅完 现在要去海滩 看一下 酒店那边海盗一色 酒店每天有免费的电瓶车 说你去海滩 岛的另一边住着巴窑人 是世界上唯一无国籍的 原始的渔村小部落 我们来到海滩一艘小船 那这里岛上的资源比较好 然后匮乏然后吃的东西也一般 所以有些渔民会开着小船过来卖水产 一斤吧 鲍鱼 那我们看看它在卖什么 鲍鱼 鲍鱼 鲍鱼花行 这里便宜的主要是吃不了了 那个烂雕虾 这样 这里有鲍鱼 有龙虾 还有 那些东西 巴窑祖小孩也是卖水产 好啦 我们这里就准备等 马来西亚最美的那一抹日落 哇 咱俩 鲍鱼 大小小小 大小小 大小小小 鲍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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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say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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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 say